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BLACKPINK公开新曲PINK片段之后 不到22小时,YouTubeNB就突破了8000万的观看次数 目前在韩国MELON GINI等应援排行榜 以及全世界69个国家地区的iTunes Top Zone排行 都登上了一位 甚至在美国iTunes也登上了一位 这是在2020年BLACKPINK HOUYOU LADY之后 韩国女团的首次记录 而一般在女团回归之后 韩国饭圈论坛只会有 你们觉得XXX的歌好听吗? 你们觉得XXX歌怎么样? 等问大家反应的贴文 但是这次非常神奇的是 韩国hiphop论坛也出现了讨论PINK PENON的内容 可能就是因为昨天提到的 让韩国网友们都震惊的 Chenny Lisa RIP片段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韩国hiphop论坛的网友们反应 酷跟Beat虽然很普遍 但是RIP部分太好 所以会想要听 这次的新曲在RIP部分 牌子忽然变成了G-Funk 在K-POP尝试了G-Funk的部分已经很神奇了 甚至Chenny与Lisa还很时髦地唱了出来 再怎么说是别人给的词 但是能将90年代感觉的G-Funk 能这种程度唱出来的现一女RAPP也不多的 这个实力不发表一张RIP专辑的话 真的是太可惜了 就算算上男IDOL 能将G-Funk这样唱出来的IDOL 能有几个呢?18 Lisa Cheney真的很厉害 一直在反复两个人唱RIP的片段 耳朵都高潮了 Cheney跟Lisa 拜托你们做一个GDM Top第二季吧 嗯... 所以,大家最喜欢PINK PENON的哪一段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孙女时代的打歌舞台》 大家昨天有看《孙女时代的打歌舞台吗?》 在第一次听到他们要合体发表新曲的时候 当看到完全体MV的时候 然后昨天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 听到舞台下呐喊声的时候 看到团体结尾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给我一种 不知道该怎么说明的感动 而因为跟我有差不多感想的韩国网友们实在太多 所以接下来就整理了一下 《孙女时代的打歌舞台》 韩王反应 再次知道尤娜为什么是席位了 头像只有我搂了 第一次看IDOL的舞台后哭了 好感动 谢谢你们回来 《孙女时代》 听到后半部音乐 《孙女时代》Forever One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流泪了 只是看完全体舞台就很感动了 再加上音乐声更让人感到自豪 当时虽然不是索西的粉丝 但是看到我学生时代的歌手 感觉就很特别 在地铁一边看着一边流泪 觉得自己很丢脸 原来流泪的不只是我一个 本来不是索西的粉丝 但是这次要入坑了 《孙女时代》很厉害的是 一般在那么红了之后 会办公司不想再做歌手 多何况几位成员们都以演员稳定了 还能这样合体 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 一个登顶的二代女团 都到了不一样的公司 还能发表正规专辑 召开见面会真的是一个奇迹 然后就像留言说的一样 UNAS和云等 音音演员成功的成员们也这么多 但是也不会说想要删掉爱豆的形象 对《孙女时代》感到自豪 真的是 谢谢 真的希望能像《孙女时代》一样 能看到更多二代女团的 完全体舞台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在韩国N年去年推出的 选秀节目《Girls Planny》 最终选出了九人组和女团keeper了 而目前 Mnet正位了2023年推出的 男版《Boys Planny》 招募参赛者当中 只要是2010年1月10号出生 不管你有没有出道过 不管你有没有经纪公司 都可以报名参加 所以有兴趣的男生们 赶紧去报名 还是那句话 如果顺利出道了 千万别忘了 以后在直播的时候 提一下 点书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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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